大家好,歡迎收聽今日新聞。 親愛的觀眾朋友,你們好。 在新聞開始前,我要跟大家分享一個好消息。 健康520現在推出了全新的會員計劃。 每年只需要50美元, 你就可以享受三高代謝寶全年10%折扣。 三高代謝寶結合古老的道家智慧和現代科學, 精選天然植物成分, 例如植化素、維生素和礦物質, 來支持你的自我療癒能力。 專家團隊獨立配方, 旨在促進新陳代謝,調節生理機能。 這不僅是一種保健品, 它是你每天活力和平衡的夥伴, 幫助你恢復自然節奏, 緩醒內在活力。 現在立即加入健康520會員計劃, 享受專屬折扣,讓健康的改變從今日開始。 我們先看看兩岸新聞, 下面請聽報導。 在中華民國新任總統賴清德520正式上任後第二天, 台灣的兩個主要反對黨, 即是國民黨KMT和台灣民眾黨TPP, 提出希望通過法案來擴大立法機構的權力和監督能力。 他們希望這些法案在沒有公眾知情的情況下就通過, 迫到台灣人民要上街。 這次抗議是由兩件事引起的。 第一件是異兆,即是2萬億搶錢事件。 國民黨直立法委員傅昆琦, 打算由台灣中央政府挖出2萬億的預算到花蓮搞有關交通的建設。 2萬億是什麼概念呢? 當初被國民黨強力監督的前瞻基礎建設是7,600萬, 2萬億差不多是他的3倍, 而且只是在10分鐘內通過。 高雄市議員張小白質問, 納稅人的錢可以這樣花嗎? 更何況這個過程中還採用特殊條款的國際招標, 也就是說中共是有機會在這個過程中將手伸入台灣的。 第二件事是民眾黨現任立法委員王國昌所說的最高機密, 就是兩個主要反對黨的立委確權。 立委確權是什麼概念呢? 就好像香港版的《國安法》, 在香港中共說你有罪你就有罪, 而在台灣呢?立委基本上只能諮詢政府官員。 但是現在要擴充到可以將民間企業和一般的民眾 叫來立法院備詢等候詢問。 而立法院備詢的過程中, 一旦公民不配合, 他認為你犯了所謂的藐視國會罪, 那你就有罪。 那到底什麼叫做不配合呢? 這個標準在哪裡呢? 基本上是立委說了算。 而這樣的一個無限確權的法案, 也只是在十分鐘內就要表決完畢。 甚至只有國民黨少數的立委知道條文的內容, 而大部分的立委都不知道, 現在到底在表決什麼? 張小白問, 你還認同南白強行通過這麼離譜的法案嗎? 南白聯合推動國會職權修正相關法案表決, 上星期五, 已經爆發潮野嚴重的推葬衝突。 場外民眾自發聚集聲援, 當時台灣立法院院長韓國瑜被多名女性立法委員觸實不放, 不讓她主持通過損害台灣的法案。 有網民說, 對付近平穆張膽的賣台賊, 只能出此下策, 也是台灣人的恥慾哀痛。 21日, 南白黨團表決國會職權修正法案, 激起台灣人更大規模抵制。 立法院外40個民間團體聯合一齊, 要求法案退回重審。 傍晚之後落起龐塌大雨, 場外抗議群眾仍然持續湧入, 當時已經逼滿到中山南路。 超過8,000名群眾高叫, 沒有討論, 沒有民主, 推回國會三法, 由委員會重審。 立法院總務處發出公告, 下午5點起, 陸續封閉立法院周邊部分的出入口, 禁止人員和車輛出入。 有現場的目擊者說, 年輕人真的很多, 上班上學的日子, 還能有這麼多人, 很感動。 自己下一代民主前途, 就靠你們了, 加油。 有很多人將這次抗議, 叫做太陽花運動2.0版, 因為和2014年的太陽花學運雷同, 都是為了要制止殘害台灣的惡法通過。 台灣人已經將對中共的警惕和防範包含其中。 賴清德就職演講, 七次提到中國, 除了涉及軍事威脅, 還有灰色地帶脅迫, 不放棄武力和吞併台灣的企圖。 今次運動, 華人網民紛紛支持說, 對這種垃圾法例, 上街是必然的, 台灣加油。 不希望第二次香港事件發生, 絕對比送中更厲害, 添有台灣, 台灣加油。 還有人說, 台灣的未來, 有這班在現場的台灣勇士, 還是有希望的。 到了傍晚8點半, 都立法院抗議的人數已經突破1萬8千人, 入夜的人越來越多。 據現場流出的航拍圖片顯示, 除了最早被人潮填滿的青島東路, 現在就連中山南路、 濟南路都有大量示威群眾, 希望能夠阻擋南白的程序剋箱法案。 截至截稿時間, 主辦單位估計, 現場已經有超過3萬人。 近期中共在台灣, 南海的軍事挑釁日益頻繁, 對此希望致勝記者21日採訪了 開南大學國家紀區為發展研究中心主任 陳文革博士, 他表示中共在南海和台海的行動, 更多是出於戰略、威懾和政治目的, 而非準備真正同時開戰, 而且行動需要在展示實力, 和避免全面衝突之間取得平衡。 陳文革認為, 手足中共想實現戰略目標, 但是明顯去掌聲勢。 中共通過在兩個地區展現強硬立場, 是希望向國內外傳遞出, 堅定維護中國領土的決心。 中共的強硬姿態, 有可能更多的是虛張聲勢, 目的是測試對手的反應和容忍的大線, 一旦通過一系列的挑釁行為, 中共可以觀察對手的軍事和外交應對, 從而調整自己的策略, 並非真正準備全面開戰。 陳文革表示, 中共是為了展現軍事能力, 還要考量內政, 儘管中共近年來, 在南海和台海不斷增加軍事部署, 並進行了多次軍事演習, 展示了較強的軍事實力, 但同時在兩個戰場發動全面戰爭的能力和風險, 仍然是巨大的挑戰, 尤其在面對美國及盟友的潛在介入時, 中共需要審慎權行。 中共面臨內部的政治和經濟壓力, 需要通過對外強硬來認罪國內民心。 轉移注意力, 特別是在經濟增長方緩和社會矛盾加劇的情況之下, 對外指示強硬立場有助於鞏固它的執政地位。 最後陳文革判斷中共挑釁是為了測試國際反應, 中共認為當前國際社會的注意力分散, 各國難以迅速形成一致的反制措施。 這個為其提供了一定的戰略機會, 特別是在全球爆發烏俄戰爭和以下戰爭等區域衝突, 以及正經不穩定的背景下, 其他大國冒下孤及亞洲局勢之際。 喜榮之聲記者潘牆採訪報導。 日本跨黨派國會議員組織的日華議員狠談會、 組團到台灣參加賴清德總統和蕭美琴副總統520就職典禮, 令中共駐日大使吳剛浩非常不滿, 指責敢係公元幫助台獨勢力。 日本公民將會被拖入火海。 不過日本眾議員松原人就重炮回擊, 要求政府將吳剛浩驅逐出境。 據《產經新聞》報導, 松原人21號向眾議院議長 押賀福智郎提交質問主義書, 指出吳剛浩去年4月28號就曾經說過類似的言論。 時任外務大臣林方正當時就批評吳剛浩的言論相當不恰當, 並且按照外交渠道提出嚴重抗議。 松原人表示, 吳剛浩現在重蹈覆轍, 再度發表威脅性言論, 顯然對日本政府缺乏尊重。 在這樣的情況下, 應該按照維也納條約法公約的內容, 將吳剛浩列為不受歡迎人物, 驅逐出境。 對於松原人的意見, 日本政府預計將於今月31號的內閣會議作出答覆。 我們再來看看國際新聞, 下面請聽報導。 5月21日有北京居民透露, 曾眼看俄軍機在中國機場作運物資, 中俄聯盟正變得越來越危險。 北京人張先生21日提供視頻給新唐人, 並解釋說, 在去年10月24日拍攝到, 5架俄羅斯運輸機到北京接收軍用物資。 張先生說, 運輸機當時一共來了5架, 上面有俄國的國旗, 肯定是軍用的運輸機。 走的時候, 我看到有貨車運送物資到飛機, 具體是什麼物資沒看到, 反正是有物資, 因為它的車是封閉的貨車, 看不到裡面。 張先生說, 當時北京正在搞和11有關的活動, 應該有很多人看到這5架俄軍機。 他說, 因為它來了之後, 沒有當時就回去。 在北京等了大概有幾天, 好像有4、5天吧。 最後一天我就看到有貨車的車隊 開到停飛機的機瓶。 肯定有物資, 中共一直被指在背後支持俄羅斯入侵烏克蘭。 《金融時報》4月曾報導, 美國情報顯示, 北京向俄羅斯提供巡航導彈, 無人機、發動機和強導導彈機場。 虛煉俄羅斯進口的晶片90%都來自中國。 這些晶片被用來製造坦克、導彈和飛機。 西方雖然早就意識到 中共的援助、 削弱對俄制裁的效力, 但美歐始終只是口頭警告, 沒有拿出有效辦法反擊中俄同盟。 在普京訪問中國之後, 觀察人士認為, 中俄聯手對世界的威脅已經變得上到急迫。 到了媒體人蔡神坤發文說, 如果西方不能阻止中俄聯手, 烏克蘭最終輸了這場戰爭, 後果可能非常嚴重。 接下來整個世界很可能進入最少50年的大動盪時期。 西方國家和邪惡軸心的熱戰冷戰會延綿不絕。 數億人甚至十億人會捲入各種各樣的衝突戰火之中。 西方國家和西方政客 或者沒有意識到中俄聯手的災難性後果。 如果不採取一切必要措施,幫烏克蘭迅速擊敗俄羅斯。 西方國家乃至人類社會未來付出的代價將更加慘烈。 首早前,《華爾街日報》引述知情人士透露, 美國正討論推出制裁措施, 將部分中國銀行踢出美元系統。 攀借此阻擋北京對俄的支持。 禁止銀行使用美元是相當嚴厲的制裁措施, 可能導致銀行倒閉, 被中共政權造成的衝擊非常小可。 外界因此密切關注美國在這方面的動向。 伊朗總統萊希,19日所乘搭的直升機罪機, 機上9人全部離難。 伊朗官方傳媒說, 直升機因技術故障聚毀, 更有前官員指責美國制裁, 才導致直升機出現故障聚毀, 要求美方負責。 不過美國國務院發言人米勒就反批, 駕駛45年老爺直升機的伊朗, 才應該負起主要責任。 海外媒體報導, 萊希所乘搭的是美製貝爾212型直升機, 伊朗官方媒體說, 聚機主要原因是機械故障。 有分析指出, 在美國對伊朗實施制裁之後, 伊朗難以獲得備用零件。 伊朗前外交部長扎里夫說, 美國制裁應該對致命的直升機罪位負責。 因為美國制裁造成了總統和他的同伴殉難。 不過相關說法就受到美方駁斥。 發言人米勒表示, 應該負起全責的是伊朗政府。 說是伊朗政府, 決定在惡劣天氣條件下, 駕駛一架已經有45年歷史的直升機, 而不是其他人。 另外據米勒透露, 來西的直升機罪位, 伊朗曾向美國提出援助請求。 美國5月20日表示, 無法接受伊朗的請求, 主要是由於後勤原因。 伊朗視美國和以色列是主要對手。 美國國務院在新聞發布會, 披露了伊朗這個罕見的要求。 米勒向記者表示, 伊朗政府要求我們提供援助, 我們確實向他們明確表示, 我們將會提供援助, 就像我們在這種情況下, 回應外國政府的任何請求一樣。 最終主要出於後勤原因, 我們無法提供這種援助。 而米勒並沒有進一步詳細說明, 但華盛頓對空難事件表示哀悼。 拜登政府官員仍然擔心, 德克蘭可能將奈希的死, 歸咎於美國或以色列。 政治Political新聞20號指出, 其實華府早就防備, 德克蘭可能會遷路其他國家, 指控以色列和美國從中破壞, 加劇德克蘭和以色列之間的緊張關係。 就目前來說, 美國高層官員預料, 在伊朗選出新總統之前, 政策不會有改變。 85歲的哈梅內伊, 仍然是伊朗最高領袖。 目前的政治不明朗在於, 誰會當選下一任總統。 至於更長期的問題就在於, 萊希死後, 誰將會接替哈梅內伊, 成為最高領袖。 原本萊希是可能的候選人, 而他的去世, 增加了更多繼任的不明朗。 米勒還在聲明中說, 在伊朗選出新總統之際, 我們重新支持伊朗人民, 以及他們爭取人權和基本自由的奮鬥。 多謝你收聽今次的今日新聞, 我們下次節目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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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